而花林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得知了中华国小射箭队要出国比赛 不过劝切旅费由理事长张美惠号召会员 以及统政建设和风光聚能公司集资15万元 捐赠给中华国小 而校长江振如也感谢各界的帮忙 而目前旅费筹募已经达到200万元 将减低学生家长的负担 让孩子们都能安心的出国比赛 花林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得知中华国小射箭队要出国比赛欠缺旅费 由创会理事长张美惠号召会员 以及统政建设和风光聚能公司集资15万元捐赠给中华国小 我们就大家真的很给力 就这个30几笔的捐款每个人20003000 所以我们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因为我们设定这个募款截止日 所以就是75000元就达标这样的一个 让可以赶快来捐赠给学校 让他们可以去计算一下目前的募款的金额 那另外除了75000是花林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会员们 顾问们大家一起来捐赠的之外 那还有一笔25000元是统政建设公司的秋顺一秋董事长的捐赠 那还有5万元是风光聚能有限公司的林俊成林董事长 所以我们有三笔的捐款在今天合并来捐赠 加总是15万元 希望他们可以去让自己的这个体能技能 都可以有往上精进的一个机会 校长江振如感谢各界的帮忙 他表示目前旅费的筹募已经达200万元 将减低学生家长负担 让孩子们可以安心的出国比赛 跟大家报告谢谢大家的支持 让我们社舰队有着满满的爱心 那我们目前本来我们设定的团费是234万 当初这部分有53万 4000是我们属于学生自费的部分 所以我们对外的券目是180万 那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到了200万左右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费用 转移到学生自费的部分 也减轻学生跟家长的负担 让这一趟的行程更具有一些意义 在各界热心支持之下 中皇国小射箭队的美国比赛终于可以成行 大家的爱心捐助 还可以再减轻小选手家庭的旅费负担 小朋友们十分感谢来自各界帮忙 他们说会好好的表现 尽全力争取好成绩 建议会欢事报道